高端公布價格 一劑平均840元 知會中心說高端價格不算貴 但看看磁劑買506.9萬劑BNT 花了32.1億 一劑約630元 次蛋白三期通過的諾瓦瓦克斯 一劑臺幣514 同樣是次蛋白的高端 卻要840元 高端也比高階技術的 mRNA疫苗還要貴 藍尾怒轟說不貴 這啥邏輯 一個是800多 一個是500多 然後你覺得800多 會比500多的便宜 他不是假訊息 他就是傷著眼睛說瞎話 評審官員居然把全民當塑膠 可恥荒唐到極點 高端真的是萬般都差 只有股價好 他的男生姐妹 Nomavax也才只不過500塊左右 他貴的在哪裡 毫無道理 更傳的是先前知會中心 不斷跳針說N次 高端價格是機密 還封存30年 週六杯是要辯論 10月27號三巨頭到 陳時中慶總秘會 四天之後高端立刻公布價格 各界嘲諷不是封存30年 難道為了救陳時中 秘密瞬間就不是秘密 陳時中到學樂園到王必勝 到莊能詳 通通航線一氣 內衛部已經被高端對了 可悲啊 有沒有談到高端有沒有 沒有 可以談三個小時喔 假好我假好 假如他一講那不可能 他公布價格你也要唸 那不公布你也要唸 那到底是要怎麼樣 公布價格好啊 我唸你也不是唸他 他要公布價格干我什麼事 這個我還不是被告 沒有算共的問題 你到目前為止被遣調單位 要問查了沒有 你今天有沒有被遣 他調查也不是證人 你被問了沒有 辯論會前高端價格 突然不用藏30年 等到下一場辯論 不知道會不會有其他秘密 瞬間被解密 記者謝紅如辰宜容 台北報導 掩蓋地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